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 Ken 歡迎來到家和萬師兄這個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快版, 簡單版的 梅菜扣肉的弟弟 梅菜燜豬肉 那豬肉沒有什麼特別的 除非有皮, 我才吃到它的口感 那個煙韌度 所以最後有皮, 沒什麼東西回來 待會我用火槍燒一燒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火槍 放在鍋上, 燙一燙就可以 放在火上, 燙一燙就可以 好了, 放在火上, 燙一燙就可以了 放在火上, 燙一燙就可以了 第二個主角, 梅菜 這個梅菜已經浸了半小時 用咖哩放在這裡 一起就能起, 沙就沉在底 不用怕有沙 一會再跟大家做梅菜 乾的材料很簡單 三樣東西, 薑蔥蒜 就是這樣, 薑蔥蒜 沒什麼特別 至於濕的材料 我們有藍魚 藍魚是給它香味的 味道 有生抽, 蠔油 還有 冰糖是給它味道的 再拉尾顏色 給它老抽 這樣就這麼簡單 藍魚有香味 下味有蠔油 還有冰糖 顏色有老抽 好, 就是這樣 三樣東西 好嗎 馬上開始, 燒了毛 先和豬 燒豬皮 要小心 油脂會彈出來 有時 你看, 這麼快就完成 已經變成火肉了 好, 放進去 有薑有蔥 放一點酒 然後整個豬 放進去 皮香 等它定一定型 這個時候 我們先煮它 30分鐘 好嗎 豬正在煮的時候 我們先回到這裏 梅菜 你回來 就一梳梳 拆開它 打開它 我終於一塊一塊洗 打開它 把葉養開 把葉養開 沙就出來 一條條做 乾淨了 我們先拿起 頭歸頭, 尾歸尾 先拿起 頭歸頭, 尾歸尾 先把水捏出來 梅菜渣乾水了 我們先拿出來 將它切碎 釘這些 我切得小粒 是吧 到尾這些 你可以切闊一點 這樣就切好了 待會再攪拌 30分鐘過後 我們先洗一下 可以了 現在很漂亮 好 我們切開它 還有少許骨 我先把骨子切出來 看, 還是生的 30分鐘了 這個時候 你可以切蟹 也可以 一塊一塊 也可以 切片也可以 那我就想切片 因為 我不是想煮它很久 想它還是有煙韌度 那我切片 這樣一片一片的厚度 嘩 這個皮 好煙韌 現在萬事俱備了 肥腾腾 肥嘟嘟 好漂亮 豬肉搞定 梅菜搞定 然後馬上開始 梅菜 炎不發 白鍋 不用放油 慢慢煎香 差不多煎了5分鐘 開始乾身了 聞到梅菜香味 我們加一點糖 把糖 加完糖 我再煎多5分鐘 現在 看到嗎 好像法寶膠一樣 很爽身 撈起來 接著 鑊不放油 我們炸了 不是炸 我們煎了些豬油 這個時候 金黃色 豬油出來了 拿回豬肉 好 趕快把豬油 放進去 薑、蔥、蒜 把南魚放進去 蠔油 一湯匙 南魚兩磚 生抽 醬 醬 煮好醬 豬肉 翻進去 然後 滾水 滾水蓋面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放冰糖 放冰糖 甜點不要緊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 所有味道都不要太重 煮完30分鐘之後 我們才再調味 現在放少許味 老抽 放少許色 不要太重 否則待會補不回太鹹的話 好 我們現在先蓋蓋 煮了30分鐘 好 30分鐘 我們看看樣子 這個時候 我們加些梅菜 下去 現在試一試味 好 加少許冰糖 不夠甜 蠔油 現在真的下味 豉油 老抽 放少許 少許就夠了 嗯 OK 現在夠味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蓋蓋 煮了15分鐘 這邊的荷葉包 準備了 你看 就可以開始收東西了 這麼美麗的肥豬肉 一定要配一杯硬的食材 才行 乾杯 15分鐘 好了好了 時間到了 梅菜扣肉 好 出盆出盆 漂亮呀 好 好了好了 簡簡單的一個 梅菜扣肉的弟弟 梅菜燜豬肉 就這樣就誕生了 你看 肥腾腾 我們再配個荷葉包 夾過來吃 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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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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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US 剛剛放我回來 梅菜燜豬肉 OK 乾杯 1.5 gros ur 嗯 哇 一定喜歡 幾擠肉哪 都這麼肥 要拌一杯硬的食材才行 我先撒鱼給你嚐嚐 一口很軟 很鬆 很軟 平時這個是拌飯的 我們夾這個 夾一塊給你 你看,漂亮嗎? Marcus 送給你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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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嘗嘗 好好美味 快速版 梅菜溢肉的小朋友 梅菜煮豬肉 其實整道菜過程是很短的 一個小時也不需要 你只是梅菜跟豬肉處理好 處理好 你可以提出一天處理好 整鍋都放入一半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家裡開派對 你慢慢一煲 然後一個石枝盒放在那裡 做好一些 荷葉包一蒸出來 每個人都夾了,好像三文治一樣 又很好吃 還有,好像梅菜我們處理了 我這裡是一閘梅菜 如果方便做就做兩閘 好像我有些剩下的 我就拿回來蒸肉餅 有些剩下的 我來蒸鰻魚 梅菜蒸鰻魚 梅菜蒸肉餅 都很好吃 做好了,不要緊,我放在冰箱 我都會急凍 我晾乾水,放進去 急凍 何時想煮什麼菜 再拿梅菜出來放在上面 很方便,一次過做完就可以了 對不對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很簡單 好像好幾天,很久沒有拍過影片 因為最近有些事情要做 希望大家今天喜歡這個梅菜 燜豬肉 喜歡的,也幫我分享給親戚朋友看看 如果大家有空 就可以玩一下 開派對的時候 煮一大煲就可以了 提了一天,做好準備功夫 很快的 放進去煮就是這樣 好不好 肥的東西 配一杯 硬的東西 Cheers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